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4日 星期日 這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昨晚大埔據報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大埔的路燈是離奇狂閃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大埔路燈離奇狂閃 好像Disco一樣 街坊就即即清奇 就說是否測試魚蘭盛匯 報道的流氓提到 大埔在昨晚8月3日 有多處路燈出現供電異常的情況 晚上8點多 先後有多位大埔居民在社交平台分享 說大埔超級城對開的太和路路燈是狂閃 駕駛者甚至行車時間也要格外留意 林川河部分的行人路燈是昇滅 途人是要用電筒來照明 直到晚上10點 在說宮殿仍然未恢復正常 網友對於事件議論紛紛 不少街坊指剛剛駕駛經過的時間 以為因為超速而被拍快相 就說剛才我駕駛車 還以為拍快相閃到呢 也說又好像有人閃我 又好像正在拍快相 以為是Disco 由於今天8月4日會踏入農曆七月 鬼門關的時間在昨晚的指時間 即是晚上11點 不少網友都聯想 說是否農曆七月 也說鬼門關是否提早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截稿的時間 中電沒有回應 為何大埔多處地方會有這麼離奇的情況 街燈狂閃 令邊商有些地方甚至停電 有些網友聯想到今天 鬼節開始 即是農曆七月 不知道兩者有沒有關聯 問各位大埔的網友 昨晚有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區內的燈和供電是否有異常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說過這單消息 有關昨天土瓜環奪命車禍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土瓜環的老婦人是遭到撞死了 救人街坊益術 十多人一分鐘抬起車 有人大喊 就全部人衝去幫忙 報導的問題到 昨天土瓜環馬坑衝到 發生奪命交通意外 90歲姓石的老婦人 捱私家車撞 再捲入車底 可惜送院過後雙重離世 網上影片可見 意外發生過後 看到大批街坊 是合力嘗試 移開私家車救人 和報警求助 根據其中一位 有份救人的南街坊形容 當時有人大喊 就全部人衝來幫忙 整個救人過程 一分鐘就說 我們把車尾搬到另一邊 搬尾的車尾等傷者可以透氣 可惜老婦人當時已經陷入昏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街坊已經很盡力 當時一呼百應 十多人衝上前 幫忙抬起車 可惜相關老婦人送院過後 最終都是不治 怨死隻安息 另外也提到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鮮絲大廈單位 起火無煙 消防拖喉灌救 住戶帶愛貓逃生 報導提到 昨天8月3日晚上8時多 旺角瓦佳老街 鮮絲大廈14樓 一個單位 起火無煙 火警鐘聲大作 大批住戶自行疏散到樓下站備 當中也有居民帶同愛貓逃生 消防接報到場拖喉灌救 初步事件中無人受傷 現場消息指 起火單位是一間賓館 火警起因仍在調查中 以上來自先導日報的報導 最重要是人沒事 貓也沒事 當中有居民帶愛貓逃生 另外消防員到場救息長火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另外也提到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21歲抵港的男子 在6天內是由歐亞四國 涉及豆漿粉包裝 裡面藏有500萬K仔被捕 報導機流氓提到 海關在日前破壞一宗航空旅客藏毒案 一個非本地男子從台灣出發 6天內逃經歐亞兩大洲 多個旅遊熱點抵達香港 最終海關在他的寄倉行李中 搜出10公斤以豆漿粉染色的懷疑綠安酮 市值500萬港元 一名報稱是學生的21歲男子 涉嫌一項泛運危險藥物罪 下星期將會在西國龍裁判法院提堂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21歲男子在過去的6天 去了歐洲亞洲四個國家 路線相當迂迴 估計想避開偵查 另邊商在寄倉行李中 找到500萬K仔扮豆漿粉 本來估計這些毒品可能會流入市面 又或者去到毒品市場 最終抓了男子 其實這些混毒的人都賀人不淺 不過背後的集團應該相當龐大 估計也是跨國 另外亦說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平民扒房 戈登堡8月10日重開 光束復活 就說有四大承諾 網友抓放三個月過後 會不會又搞光榮結業 報導一流問題到 日立土瓜橫近50年 兼有平民扒房之稱的哥登堡餐廳 在去年聖誕節前夕 突然預告會在今年3月底倒閉 引來大批街坊勇去排隊 作最後朝聖 怎料未夠三個月 餐廳舊破位成功租出 但新租客竟然就是哥登堡的舊班底 意味著餐廳將會光束復活 最近餐廳貼出告示 宣布將會在8月10日再開張 並訂出四大承諾 但網友就不多看好 隨時幾個月過後又再倒閉 話說日前有網友在FB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上發貼文 在三個月內宣布了結業兼重開的光束復活的老字號 港式扒房哥登堡餐廳 最近在閘外貼出四張通告 以哥登堡飲食集團的身份預告 餐廳會在8月10日華麗回歸 盛大開業並說我們不是一間餐廳 更是一段歷史的傳承 一個情感的延續 重開的同時 哥登堡餐廳更加宣告會定出四大承諾 包括價格、貨源、品質及服務這四方面 例如保證在2024年期間 餐廳會保持食物價格不變 令到顧客可以享受到物超所值的用餐體驗 餐廳更加承諾所有牛扒、牛柳、羊扒和T骨產品的貨源 都可以來自紐西南 並確保食材的純正品質及口感 例如客人對菜品不滿意 我們將會無條件為你更換等等 在開業期間 哥登堡亦會推出開業活動 顧客凡搬襯原價170元的招牌鐵板套餐 就可以免費獲贈88元填納半搭或68元的鮮果沙律一下 但海報上未見有列明活動的期限 鐵文一出 隨即印尼網友的熱烈討論 但普遍都是不看好餐廳重開的 暗詐欺騙人的感情及金錢會否再有人上當 亦有人說這樣的時勢回來重開 很快就會有第二次的倒閉 亦都說八月開章 十月關鋪 聖誕節又再開過 新年武師傅又關門 甚至三個月過後會否又搞光榮倒閉 六個月過後又搞光榮復出等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難怪網友的評論這麼辛辣 因為說這間哥登堡餐廳雖然歷史悠久 但明明說到今年三月就會結業 結果當時多位市民食客都特意去排隊 最長龍的時間試過橫跨一條街 街頭排到街尾 結果三月過後不夠三個月 現在突然重開 8月10日經典在現 令B商定下四大承諾 不過普遍網友撥冷水 認為之前的結業倒閉 說的是欺騙人的感情和金錢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過都可能要問問土瓜環的網友 說不定有人是喜歡 希望他能夠繼續做下去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